喜歡攝影和藝術的民眾要注意 位於橙圓聖塔安那市的保爾博物館 直到9月17日 隆重推出世界著名攝影師 愛德華韋斯頓的經典攝影作品展 而這個取名為《極之純取之美》 愛德華韋斯頓攝影集囊的展覽 一共會展出72幅 韋斯頓的經典攝影作品 愛德華韋斯頓的攝影手法 在早期攝影藝術當中非常獨特 他講究對事物形態和光影的體驗 韋斯頓不專門選擇獨特的題材 而是挑選一些非常平凡的事物進行拍攝 不少像蔬菜和水果的物件 在韋斯頓的鏡頭下 都成為了令人震撼的藝術作品 韋斯頓曾經說過 他希望透過鏡頭精準的圈掩 獲得一種不需要用藝術特效 就能夠呈現的純粹之美 也就是因為韋斯頓的獨特視覺 和極有創作力的影像 令到當時並不被藝術界所認可的攝影 逐漸被人民所接受 韋斯頓在1886年出生於伊利諾爾州 他16歲的時候收到父親送給他的一台舊相機 從此也走上了攝影生涯 在46年的拍攝生涯當中 韋斯頓還和安塞爾·亞當斯等攝影師 組成了著名的F64小組 為推動現代藝術攝影帶來了革命性的貢獻 他因此也被後人認為是攝影史上 最具影響力的攝影師之一 保爾博物館董事長Annie說 韋斯頓的作品就好像一手手安靜的書情師 他歡迎南加州的民眾來到保爾博物館 欣賞這批這麼珍貴的攝影集 保爾博物館今次一共展出72幅韋斯頓的經典 名交銀版作品 展覽分為人物超像 形式之美和自然景觀三個部份 展覽從7月22日起一直延續到9月7日 天下衛視記者馬俊採訪報導